中水饺是四川著名小吃之一 因其调味重用红油 故又称红油水饺 相传由中谢森于1893年创办而得名 制作中水饺的主要食材如下 制作工艺 1.面粉加清水调制成硬面团 2.猪肉糜加入食盐 2.猪肉糜加入食盐 料酒 胡椒粉 芝麻油 鸡蛋液搅匀 加入姜葱水搅拌纸肉成粘稠糊状 再加入芝麻油 拌匀制成线芯 3.面团下季 3.面团下季 擀成圆皮 放入线芯 捏成饺子生坯 4.饺子生坯 放入废水中煮熟 捞出盛入碗内 4.饺子生坯 依次淋上复制酱油 5.红油辣椒 蒜泥 此点 皮儿薄 馅嫩 味道咸鲜甜辣 蒜香浓郁 制作时要注意 第一 面粉应选用中筋粉 猪肉应选用后腿肉 第二 制馅时 将葱水应分次加入 并顺一个方向搅拌 第三 淋味时应依次加入调味料